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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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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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排在哪裡 你告訴議長 議長再來看看好不好 啊這個技術上的問題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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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長喔 大概我延續這個黃捷議員的發言啊 我是認為說我們韓國瑜市長這幾天 到中國出訪到港澳星馬出訪 原則上本來名義是叫做經貿之旅 可是我們後來看到市長都臨時 變更行程 甚至會見了港澳的特首 書記 那甚至也到國台辦去看這個主任 那我們覺得引起我們國人跟高雄市民非常大的疑慮 我們很擔心 韓市長日前在臨時會的時候質詢 我問韓市長說 韓市長你是不是支持一國兩制 韓市長跟我回答 他不支持 可是呢我們看到他直接用行動證明了 他直接要去跟中國來 直接在臺灣直接在在臺灣高雄 來推行所謂一國兩制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疑慮 那所以我很期待 我也希望我們的議長可以重視 包括時代力量議員包括敏林 還有我相信等一下很多議員都想要提出的 我們是不是能夠就直接在 市長施政報告質詢 之前我們先排這一次經貿之旅的專案報告 那我想如果說議長剛剛提到 如果這個議程排不進來 其實我們也可以延會嘛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議程 直接延個兩天來做這個專案報告 然後我們先進行中國經貿港澳的這個 專案報告 然後再進行市長施政報告 那我的提議是這樣 我也期待等一下 能夠有各個不分藍綠 不分黨團的這些議員 能夠複議 謝謝 那邱敬堅議員 三分鐘啦 好謝謝議長齁 我想剛剛黃潔議員跟高敏林議員提的意見 其實議長這次很用心我們定期大會 派了六個專案報告啦齁 其實六月五號有一個高雄市政府的兩岸小組 工作專案報告 議長這次我們市長去中國 其實很多人對他有很多議員 我們困定他對農產品的銷售的努力 可是在一些主張上我們的確有疑慮 包括他說如果大家不祝福 就閉嘴 這件事情高雄市議會不能沒有聲音啦齁 所以我是建議說六月五號 這個兩岸小組的工作專案報告齁 我們把他內容更 更擴大一點齁 就是這次他去中國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大家對他有什麼疑問 既然六月五號有排這個 我們時間調整一下 調到頭前 4月10號聽說我們韓市長就要去美國了齁 所以我期待是說 我們這個議程我們大家議員大家瞧瞧一下 既然六月五號 我覺得這個時間有點晚 下回 大家也對韓市長有很多議論 在議書店裡面 給他公開 對大家說清楚 他如果做得好 我們大家也可以把他肯定 大家有議論 在議會裡面 給他說清楚 這也不是壞事 所以要拜託我們議長 是不是大家可以參加一下 把這個時間往前停 然後第二個是說另外一個專案報告 我要拜託議長 五月二號那個高雄輕軌捷運的二階車廂 購置專案報告 這車廂 這車廂的購置使用 這議長很關心 這肯定 我們也希望可以了解 不過 各議長報告 五月二號的講聽話已經開了 包括吳亦正議員 林育凱議員 很多議員都沒有去現場 我也有去現場 聽 我們這個 輕軌二階車廂 購置專案報告 拜託議長是不是 給他 擴大一下 包括路線的變更 後續要怎麼處理 把這個專案報告 告訴清楚 不要只有車廂 車廂 要講清楚 要關心要了解 這要 不過路線的變形 之前議長也很用心 有帶 就去看其他的路線 這整個到底是要怎麼做 要多久的時間 要花多少錢 我願望說五月二號那個專案報告 是不是拜託議長 議長 這時間 我不意見 不過內容 我們是不是把它添加 就是高雄輕軌的二階 後續的處理狀況 包括車廂購置 等等的專案報告 把這個專案報告的內容更完整 那我再重申一次就是 既然我們大會本來有規劃是說 6月5號 就要請高雄市政府 進行兩岸工作小組的 專案報告 我們把這個時間往前挪 然後希望他把這次的中國省港澳的地區 他到底見了誰講了什麼 把它講清楚 我想這是高雄市民 對於高雄市議會應該去做的一個監督的工作 的一個很明確的期待 希望 議長跟議會 這邊的同仁 大家可以一起 然後 來做一個更妥適的處理 以上 5月2號 你要來用 政家那是可以的 這個政家說他們現在到底 到底二階的路線 路線要怎麼怎麼處理 這叫他們來報告可以的 你剛才在說的 說4月1號到2號 市長施政報告 你們就做你們定期做你們問沒關係 才有說你們 幾個議員 陳氏委員會 大家都很過了 你們剛才 有一個稍微意識形態 我們其實 我告訴你 議長沒有針對任何人在講 大家摸著良心 市長做了怎麼樣 去替高雄市政策五十幾個的政權 你們這樣摸會這樣對 意識形態 不能這樣 我告訴你 如果反對得到 我要聽人 如果反對得不到 我要聽人到底 如果要這樣摸就對了 對不對 大家 大家庭信和論 高雄市議會是要 告白線才對 對啦 一個市長認真在打拼 水政策五十幾億 讓你們說得照顧這樣 你們在想什麼啊 你們在想什麼啊 對就對不對就不對 韓國會來做得不對 你們做得你們講得懂 我都聽人 高雄市議會對不對 你們告訴我 你們聽說 放那幾個中年辦的 就要怎麼樣 沒那麼厲害啦 林志宏委 好謝謝議長 謝謝在場的所有的議會同事 我想說 一個觀念跟大家做一個溝通啦 就是說 人之雖偉大 是因為 人有思想有意識形態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同的思想 每一個人不同意識形態 這應該是彼此尊重 我們其實只是 想要知道的是說 到底這一場 這個 經貿之旅 去 中國賣水果 這件事情 但是 引來社會很多的一些疑慮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甚至這個疑慮已經讓 國台辦 直接發公開的聲明說 韓國瑜市長他是 一國兩制實踐成功 其實這個已經踩到了台灣人民很多 不能碰的底線 所以 造成社會很多的衝突和疑慮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兩岸小組開會的時候 我們在裡面也提到說 我們希望兩岸的工作 可以由議會來監督 我們也希望說 讓議會的功能可以 放到最大 監督的功能到最大 當時 議長也展現這種魄力 希望說 齊庫 坐下麵康 我們議會扮演這種最大監督的力量 那其實我們只是想要知道說 到底這一場 去到 中國的經貿交流 賣水果賣的五十幾億 六十幾億 七十幾億都沒有關係 不管MOU訂單都沒有關係 但是到底是中間過程 為什麼會突然還要去補件跟 陸委會申請說 這個見誰的問題還要補件等等的 其實我們是想要知道說 市長的時間 我知道很寶貴 可是其實我更想要表達的是說 市民資的權利會比市長的時間還要重要 所以說我很期待 這個 兩岸的運作 兩岸的交流 所獲得的紅利 是一個全民共享 而不是 好像被少數人 鎖在 一個不知道的 框框裡面 我們希望讓全台灣的民眾 知道這次交流 實質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協議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讓市民 廣大市民 甚至廣大國人 知道說 到底這場交流 後面有什麼樣的政治意涵 其實我想 我想談的是說 有思想有意識形態 都是應該 這台灣社會多元的聲音 這應該是彼此尊重 應該 我們藉由議會的體制 來把這樣的 這個監督力道可以放大 也希望在議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把議會這個監督力道可以放大 不然有時候可能 外界又質疑說 我們議會的監督力道不足 不管藍不管綠 我們很擔心 會大家 社會質疑我們議會的監督力道 另外就是 可能剛才大家提供 是不是在第一天 這樣的時間 是不是會影響市政報告 那我提一個建議 如果說 至少在 這個市長 去美國前 假設是 市政報告完 第三天 把兩岸小組的這樣的專案報告 拉來 第三天 進行 這次兩岸經貿交流出訪的一個專案報告 讓 全民可以聚焦 知道說市長在出訪裡面 成果有什麼 疑慮是什麼 都把它講清楚 謝謝議長 疑慮是你們自己講的 你們自己教授人在講的 是你們自己教授人在講的 什麼疑慮 今天韓市長來簽50幾億 如果說他簽簽的 他也沒有落實 就說本家幾億 沒有真的有落實 這樣 這樣跟他講 我也聽你們跟他講 他們就還沒做 何必一頓我都能蓋 說韓國瑜賣台 有那麼嚴重嗎 啊 我們議會代表 地平的心聲 你如果你的威力 不對 台南新帆 用一頓我都能蓋 那是很沒道德的行為 對不對 我請問你啦 過去兩岸工作小組 彈局的手有嗎 啊 我們這位議員幫我自己 讓他請他跟市政府 市政府 啊 不認識嗎 他覺得請過國瓶市 進了一個議員就認識 韓市長做到這樣 台方讓我們議員 看那法源不得緊 不然還要怎麼做 大家鼓勵要平良心嘛 這個兩岸工作小組 很多當前的 就一直有了 咱們有路線 我們議會咱們 進了一個議員 去洪洆市政府開會 還是那法表院 農總部嘛 清貴 這樣說到 紅紅烏烏 啊不想說是上樓下來 啊這難道議會 跟八成 提出這個議不對嗎 啊 房子還沒蓋好 家庫先要去放 啊那個路線 那真的 那個通人 通人也看得有的 那台順樓 那個樓的 我們死不活了 啊大家 比較不敢 提出比較客觀 對不對 來檢討檢討啊 啊提出自己有什麼不對 房子還沒蓋好 家庫要去 房子 這樣錯了嗎 政調做做的 啊人家現在 來替你們 來替你們收尾 來替你們 啊還說 啊二撇分天 八成的 啊議會的 這都合情合理的 起到錢會數不想啊 自己不檢討 什麼人在 在 啊難道不需要檢討嗎 啊八成的 啊這都金的 我跟他說真的 現在都透明化的 就是有這樣的理由 黃 黃議員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鋪路理事長 專高雄企業 八成 一萬的一萬的都 啊剛才你一個 一個秀 他講了不真正 我告訴你 你忘占你 我聽了 你就還沒命了 你 你聽我說啦 黃議員 我 你真的聽我 我現在 我現在不是 一個阿市政府啦 我說這個通人俄羅的 陸平 啊你圍到一個 這樣 這樣把他修理 那也沒得理 我說而已 好啦那那今天大家就 就搞清楚啦 搞清楚狀況 我們現在去 都開始辯論 沒關係 沒關係 就辯論 一陣以高雄市 在你煮情資料 有什麼生抽 你簡單報告一下 生抽 對 理想不夠 雞湯說生抽的 就是你了 謝謝 高雄在交通建設 城市的建設上 我想高雄市政府 在整個 整體的感官上 跟過去都有很大的不同 都不要搭車 我知道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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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將來不要搭車 我知道 啊一個山市 啊這裡要燒掉 我在義書聽 跟你說差不多二十遍了 說叫你這個大市長 你如果吃飯飽 像我暗君出巡 叫你的水魚 我車載的 你一司機也走走的 我暗時這樣走拖 我早上我跟他會搭車 我坐在車上說奇怪 啊我們現在這個山市 他又變這樣 啊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啊 啊你不會覺得說你 開對高雄市嗎 你看看 現在 現在已經要 黏著 台北市 超過了 啊你一年會不會 來簡單等我來 請市長 我想台北市的人口 一直都在 副成長 但是高雄市的部分 市府團隊會檢討 然後我們會檢討 我們在努力